好 好 好 謝謝 今天有貴客光臨 哈囉 漂亮 你好 這一次我看了晴鴻小 然後我覺得 周杰倫真的是 令我們感到非常的驕傲 因為他得到了一個 在好萊塢電影裡面 我看過華人能夠演出的 幾乎是最立體的角色 就他有態度 有感情 然後跟男主角中間有非常多 所以是一個真正大型的角色是不是 是一個大角色 就一直出現的那種 不是一直出現一下這樣 然後每次出現 都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相對來講 那個賽斯的角色就是得 他們被他打 或者是被他欺負 開玩笑之類的 賽斯華更是好萊塢知名喜劇演員 曾經演過四十出男 好運名門診作品 同時還是個明天劇呢 所以你現在不就是整個 更加的可以橫著走嗎 橫著走 還好吧 因為這角色是厲害的角色耶 你當初去面試的時候 有料到他們會給你一個 這麼多戲的角色嗎 沒有 當初其實李小龍 在演這個嘉誠的時候 他就滿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 不會差到哪裡去 是 所以你現在走在好萊塢 不是大家會尊敬你的嗎 不會啊 大家就不知道我是誰 就認為只是個新進的演員而已 對啊 新人啊 所以你去洛杉磯玩 還是很輕鬆嗎 還是很輕鬆的 很多人以為說 賽斯只是電影的男主角 可是其實他也是製片 也是編劇 所以 作品創作者 當你作曲 是否給他更多演員 更多演員 啊 我們首先想想想想想想想 要是《Kato》 比他更多 《Green Hornet》 以為他想像《Green Hornet》 好嗎 最初我們見到他 我們知道他 他是個最酷的男人 在世界上 我們第一 我不是想想想想想想 好像平常 大怪的 所以他對你真的很好 他寫了很多戲給你 然後他把自己寫成一個混蛋 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好人 他說他們第一次看到你 覺得你酷斃了 可是你在他面前怎麼表現你自己 就不講話 當時反正就是英文不太好 現在也沒有好到哪個去 所以你壓力是不是非常大 那時候去試鏡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其他的亞洲演員 就是他有一些是日本、韓國人 然後我想說至少要比他們酷一點 那你就穿著打扮 就稍微要像Kero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給他們 在現時生活中 其實就是很Kero的感覺 所以他們才會覺得 那你還滿適合的 對 明確鋒著曾經是 汪海淵張全部店員 拿上奧斯卡最佳的編劇 現在是好萊塢知名的導演 當J.G.R.在你拍攝 你有沒有想到誰他在亞洲 沒有 我們曾經說他一個舞蹈 我們沒有相信 大家都說他一個舞蹈 對 對 所以我們選擇他 我曾經說他一個舞蹈 沒有人相信 可是去面試的時候 他們有要求你演出Kero這個 人的任何 沒有 其實我們是用視訊的方式 第一次在用視訊的方式 他叫我唸幾句台詞這樣 男生其實有點緊張 所以那時候唸的時候就是用英文嗎 對啊 英文 要不然導演可能聽到這種吧 英文啊 你還記得面試的時候 他們叫你唸的是哪幾句 因為我有一次在注意 你在電影裡面到底有多少台詞 其實很多台詞 但是就是挑個幾句 然後我覺得這真的太難了 好險我們的經紀人楊俊榮之前 他英文還不錯 是哦 對 OK 他長那麼台詞會說英文的人哦 他英文其實... 他英文很屌 你很敢講 對 楊俊榮先生他英文真的很屌 所以他先教你正確的發音 然後你再去交給導演聽 對 所以你現在要跟他們一起到各地 做宣傳應該壓力很大了吧 壓力很大 做私人飛機有沒有 跟他面對面的時候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就問他 你要不要吃東西 那我要睡覺了這樣 就是會很尷尬 是面對面的 你知道如果轉過去 必須會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沒有 是面對面的 而且他有時候想到東西 他就想要跟我講 對 我就先假裝睡覺 你知道嗎 你穿上衣服 這就是你穿上衣服 他不想和你 避免說話 我會做同樣的 對 你的音樂是你喜歡的嗎? 是的,他也有各種類似的類似, 我認為你會很難猜疼找到一種類似的音樂, 有些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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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它也有各種類似的, 這就是為什麼它是這麼有趣, 因為我完全不能想像一種類似的音樂, 你不喜歡的音樂,你不喜歡的音樂。 但是他曾經想要告訴你,什麼音樂是關於? 我明白《Nunchucks》的歌曲,我明白什麼是關於。 哪一首? 《雙節棍》 我們會問他,這個就是一個女人,這個就是關於... 他會說,這個就是關於... 很簡單的解釋,強迫他們聽,希望他們可以用在我的電影的... 《雙節棍》不好解釋耶? 我就是說,我就是關於雙節棍,他就懂了。 然後他中間那些事就不講了。 多難! 《鹽燒店的煙味弄漫格哩》是國書館 你這個怎麼講? 《燴燒烈火》 沒有... 沒有... 對,這個其實很難解釋喔。 因為周杰倫的歌詞就是,要翻成任何非那個句子, 都很困難喔。 非常難喔。 尤其是方文山的歌詞,對。 所以你現在有為了怕 要跟外國人一直講英文 而就是想要逃避 接下來去好萊塢發展嗎 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是我的一個障礙 老實講的語言 那我就會挑戰一下 這下已經算成功了 我就不用再挑戰了 你懂得說 我就可以暫時回到 繼續做音樂 所以接下來如果 還有這種好萊塢大片邀你 不見得會演 因為我覺得 好好的做音樂 如果說第二集 我就會 對 我覺得周婕如果沒有辦法很俐落 或者是有他的風格的 用他的語言的話 他最懊惱應該是面對 Cameron D.S的時候 因為要把妹 然後結果就 那個沒有辦法講那麼棒 所以你其實大概不太介意 About Sass 可是跟Cameron D.S面對的時候 如果講話沒有辦法迷倒他 會不會覺得很懊惱 不是 我不是每一個女生 都要去你知道 迷他或者是變魔術這樣 不是 這是一個溝通 就是我覺得如果 我那時候在很恨的時候 自己小時候英文沒學好 不然其實可以跟他多聊一些 但是我們可以說 所以我們不能說 Cameron D.S is your cup of tea No I like Cameron Diaz Are you kidding me She's hot She's incredibly nice I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kissed her in the movie I try at one point She hits me in the face That wasn't in the script I just went for it But yeah she's very very lovely and a very hard-working woman Cameron D.S and me Which one is hot You are much hot 我真的不敢相信 你連小萊塢明星都要逼他們撒謊 不問 不問啊 你是很過分 那你下次履歷表 又會多列一條說 我比Cameron D.S才好 因為電影沒有一部是不輕的嘛 對 有比輕更多的 對 我想說 亞洲人會比較含蓄一點 對 對啊 怎麼到最後沒有這個 也OK啦 我覺得 So Michelle did you cancel the kiss part? I the truth is Cameron cancel Why? I think it was better for the story I think she was right She wanted to be Well I think initially said I the idea That the girl would go With Jay instead of him To be more humiliated But at the end Cameron felt You know how the actresses do They s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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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everything And they get the part On the check And they say no I don't feel like So but I think she was right It seems more fun And both gets rejected It's true And it makes it mo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f us Which I think is what the movie Is really supposed to be about And she you know Proposed the idea Of neither of us Ending up with the girl We couldn't deny That it was very original And much different And how these movies Would normally be So you know Following our own rules Of trying to be original We kind of had to go along With it Which sucked for us Because neither of us Got to kiss her But for the movie I think it's better In the end 當時看的時候 的確覺得 如果CAMERONDX 被Jake的角色 給奪去的話 真的對男主角 就是太 太大的一個打擊 可是呢 電影中間還是出現了一段 非常周杰倫的畫面 就是他去泡妞的時候 他又搞那一套 把女生圍在中間彈鋼琴 那樣的事情 這是你家的吧 當然你家的吧 是因為你秀了他 你的那個不能說的秘密 所以他才幫你家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過 對 那我覺得 反正彈琴說愛 就是要這樣嗎 因為亞洲人我覺得 在好樂部的電影 我希望不要只是會打 讓他們有一些印象 是除了打之外的 我問一下導演好了 Michelle Jake有拍攝的電影 他拍攝了嗎 呃 沒有 我們有DVD的 我拍攝的電影 那是你教練的 所以他有看過 Sass看了 Michelle沒有看 我今天要看你 我拍攝的電影 所以那個戲 不是因為你的電影 他才安排進去的 是原來就泡妞要用的那個戲 對 還不錯 所以他是之後 事後知道你會彈琴 在安排那一段嗎 沒有 他之前知道 之前有...之前知道 所以你有努力要在片場 放你的音樂給他聽 MV啊這些東西給他們看嗎 對 我要讓他知道 我在亞洲的表現嘛 我也是導演 對 所以Michelle 你喜歡他的音樂嗎 對 他會說 我應該給他 因為他有很多 因為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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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把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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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會接著 他會接著 Los Angeles we had like six or seven thousand fans screaming yes they have little glowing stars and they go like that because he goes off on the change costume so yeah it's good stuff it's like it watch a Michael Jackson show Michelle do you like to drink yeah I like sake to or like different drinks 你要跟他一起喝酒是嗎 because he looks very drunk now he looks very drunk now just how French people look like yeah very drunk 正門演毛這次見 好萊塢的刀也一頭霧水 我們有一個助理員 and I guess he wants to do audition for you guys My name is Chan Hanian My English name is Hanian Ches 你的名字是嗎 我的名字 OK 謝謝 我告訴你 Manga 對 Manga 你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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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私底下放了開的程度跟你差不多 真的嗎 真的 所以我剛剛來上次節目我說 那個女主持人其實跟你非常的搭配 你說他私下會怎麼樣 騎在你身上嗎 真的嗎 你私下也不會騎在他身上 不是我說放得開這到什麼程度 就是不用喝酒 自己的自然就很嗨人 他是一個很嗨人 可是你在現場的時候旁邊都是外國人 你會很擔心他們在背後講什麼 我有一個翻譯會聽得懂的 我會告訴他他們 你有派他去偷聽他們講話嗎 他們在講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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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t summer your up acting style four jay in the movie did i tone it down uh not really that's how what i do um you know in the way i mean it was really easy honestly i mean uh he you know he really understood all the scenes that we were doing and i he understood enough of what i was saying to react off it i mean i've acted with a lot of actors who are american and they use week 人员 business in English and have their whole lives and it was no different than acting with Jay there was no time when I had to change what I was doing for him I mean he really it was amazing how much he was able to keep up and and he would add his own lines a lot of the jokes he says in the movie he just made up himself and improvised which was very impressive I don't think he if we were filming right now I don't know if he could do it but at that time he was inundated by English so it was it was it was incredible to see the jokes he would come up with 我最愛的部分 Seth會完全改變作詞 然後他會去Kato Jey說 你覺得什麼? Jey會說 所以他們來找你商量的時候 你就是通通點頭 對啊,當然 Seth說你在現場 有一些笑話是你臨時發揮的 就像他說 我們手牽著手一起維護爭議 我就說我可以跟你一起 但是我不想碰你的手 這個是你自己家 對 那很順耶 在我還理解的英文範圍之內 所以你這樣表現的時候 並不會擔心說 他們欣不欣賞這個笑話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們在旁邊都在笑 我就覺得那應該是 滿成立的 我有講 我有推薦一個笑話 李小龍的笑話 就是 什麼 水嘛 對啊 為什麼 水 然後 然後 他們也笑嗎 對,他們笑,笑很開心 然後結果 他也沒放進去電影裡面 因為他們可能在連家 哈哈 一轉聲說 因為他們有Gate Joke嗎 有啊 你問啊,你問啊 你真的覺得水嘴是很有趣嗎 我真的覺得是很有趣 我會聽到那個笑話 當然 如果電影沒有超過兩小時 我們會把它放進去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 我會想通過 我構思的 我自己叫,我叫,我叫啊 我的名字是 啊 你叫,我是 啊 啊 啊 我的英 English Name is 还念钱 And now I wanna show you my real face La la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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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how you my real face 宮城 You very handsome OK Thank you And 為什麼 Weddy Gaga Yeah 為什麼 我不懂耶 R REAL face Show my real face I'll put the face OK 可是你裡面沒有東西 No 我要表現我的Hansen Yeah 你不Hansen 好 好 還有嗎 繼續,好嗎 繼續 你現在說酷的朋友 不 我是壞人 你壞人 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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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影中,漫画 你知道漫畫嗎 漫畫畫嗎 很著名的電影 對 但他以為漫畫是日本漫畫的簡稱 沒有 漫畫是一個地方 是一個地方 對 在台灣 在台灣,對 對,而且有很多雲和蛇 在那裡 龍蛇雜鼠 你怎麼說是雲 龍蛇雜鼠 龍蛇雜鼠 那是橄欖嗎 沒有,龍蛇雜鼠很可憐 沒有狗 沒有 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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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漫畫很好 很平衡 你這個有電影多長啊 好像很長的感覺 快結束了嗎 對 我告訴你漫畫 對 你厲害 你厲害 你很厲害 你動作 你掛這個面具 你就加藤 加藤鷹 我告訴你,你厲害 對,這是我 你為什麼要這樣 好萊塢明星 對,眼睛都好不懂 這是漫畫 我現在要示範你 你還有 對 要示範嗎 對 台灣有名人 我示範你 你會示範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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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鬥 對 別鬥 對 別鬥 對 我的名字是Stanley 你知道嗎 我的兄弟是 我的兄弟是Jeff 我的兄弟是Jeff 對,請你把他打 對 我的名字是Jeff 我們還很客氣表演 對,我的名字是Jeff 而且我是漫畫師 你知道嗎 我是漫畫師 你把他打 我把你吻片 債無人的錢 J J 我們需要銬 我們需要槍 我們需要武器 告訴我 你自己有結尾好嗎 這是我的節目 謝謝 好 謝謝 如果你知道 你的Hollywood career 可不可以過了 就 不會啊 我覺得你要問他一個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常常 因為他是喜劇演員嘛 對 所以我們到各國去 然後在日本 也有喜劇演員來採訪他 當主持人 是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很 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搞笑的行動 然後你要問他一下 你覺得好不好笑 還是那個日本 諧星好笑 對 這樣 所以你去日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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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次《清风想要》里面 大家其实看到周杰人出场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觉得特别 因为毕竟对台湾的人来讲 就是熟悉的人 可是出现在一个 很不熟悉的故事里面 很厉害 《清风想要》的故事 其实跟传统上大家理解的 Superhero的故事也不尽相同 我们播出他们的片段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第一次见到他 我録发他哈哈 だから 我身后他会 直到什么 我知道他有点准备 这一谤中有不同的经纠 他们就像戴户家 人子,我们算cope圣式技wi 那么 你可以 titled 跟着帯的说明 群必是渺乐 所以要把它 next 八家乡 哇 what the hell is this it's a gas gun your hornet gun a gas gun yeah why not a gun gun our enemies have gun guns what i don't understand what what are these what is this what are these these paintballs no inside is knockout gas insane it makes you look cool i need to look cool now what the hell you said my outfit was pimp i remember even thinking that's a weird word for me to use pimp but you said it you said it was pimp it's pimp yeah the hornet gun is just an accessory an accessory yeah well then you need you need nunchuck's land if you don't like it don't use it no how does it work it works no no i think he's doing the good no i was just saying your voice is like a foreigner really really but he said 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character that was saying that he was not his mother so 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word so 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word so 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word but i think the voice is really cool it's nice it's nice you can go to see it he said the word is what is pink pink so is that a normal expression what like you said my look is not pink or yes it is well i mean it's not that normal an expression it's something that i say uh and other uneducated people as well probably say but uh yeah it's uh we use our own vernacular a lot we kind of uh as writers have our own way of speaking um and uh we try to inject it into the characters it's not something a lot of people say it's something that we say because j is famous for saying uh some word in chinese it's not supposed to uh to be said by a star really i am very well known for that as well so you從未跟他們解釋過你講你講的那個字很屌 我覺得應該會叫他很屌 在在首映的時候 ok 是 很屌 啊 its pimpin 很屌 為什麼要講起來 你就要再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是 好可怕 你在碰到Cannot DS之前 你最想要碰到的好萊塢女明星是誰 就是安海色威 是內型的嗎 對 你會這樣嗎 你認識她嗎 對 你知道布拉丘特嗎 是的 怎麼樣 他也要幫你按照 要不要問小莉群 就是 所以如果看到安海澀威 你會鼓起勇氣跟他聊天嗎 會…變個魔術是不是 你今天該不會還有準備新魔術吧 沒有啦 今天是以… 魔術那塊 你應該已經江郎才進了吧 我今天有稍微考慮要不要帶牌在身上 會想算了… 怕會冷場 因為今天這個局不是我的局 可是你現在都隨身攜帶那台粉紅色鋼琴 這鋼琴 不是隨身攜帶他 剛好是他在Mr.J裡面的東西嗎 Mr.J頻道 我知道 你現在主持得很厲害 謝謝… 其實還滿好笑的對不對 不會 對啊 大家都上網看的對不對 不是很有你的時代喔 對… 對… 好像還不錯 所以你現在是要表演鋼琴嗎 沒有 導演其實他滿會打鼓 他也會彈琴 他有給你… 那個Michelle有給你聽過他出過的專輯嗎 他出過的專輯嗎 他出過的專輯 他出過兩張專輯 沒有耶 我只有看過他的… 他幫別人拍的音樂影片 所以Michelle 你怎麼能不能讓J聽到你的音樂影片 因為我沒有在iTune 而且我沒有剪輯 那是很久以前 但我給他演了一些更新的音樂 他有… 他有演奏一下他最近的作品給你 對… 最近做我的作品 他是什麼路線的 嗯… 很難解釋 是怪的… 是怪的那種嗎 有點奇怪… 電子類還是搖滾類 有點電子… 你為什麼會有機會跟導演 在美國的秀裡面 做了兩個人的街頭表演 是誰的主意 所以你們兩個去做…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脫口秀聽說是很有名的 很多人看 那當初因為有… 他們想說 我用一個街頭藝人的感覺 去唱他們的兒歌 那是他美國的童謠嗎 哪一首 那是Macaroni的 對… 那是很有趣 他們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想說 剛好可以秀一下鋼琴 然後他可以秀鼓 所以我們就在街頭 那通常是你知道 很多觀光客會去看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那很… 一開始覺得很丟臉 如果剛好華人看到 不是很糗 在路邊表演 後來覺得 好險就是 有些華人大概越集越多 反而你知道那個氣氛就會很嗨 對 所以當時你們的表演 是什麼樣子 可以讓我們聽一下嗎 要重現那個時候 就一小段就好了 沒有 他其實準備新的 你應該這樣表演 真的嗎 對… 可以用新的嗎 就是我們用新的感覺 對 讓他秀一下是不是 可以啊 走說 謝謝 謝謝 大家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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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忍若他 我会一直在讲 可是我觉得今天整个访问 你都有尽量避开跟他们对看 没有 因为我在后台看很多次 其实在那边我就尽量就是 我就叫他尽量表现 我觉得的确很为难 因为如果记者一直就去问 周杰的问题的话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你平常不是来宾来 你都会在他身上跳舞吗 只要是男生 因为我对我这件事 没有 我跟你讲 没有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导演他放开 你必须在他身上跳舞一下 我想要看到 我也要看一下 他坏性 这个不要翻 这个不要翻 你不要翻 你们真的看了 你放鼠 不要翻 然后鼠 因为上面会剥啊 你们这样是变腿之道吗 他的身上 他想看看他的自然反应是怎么样 对 你喜欢台湾食物吗 对 好 来咯 音乐来咯 好 来咯 音乐来咯 这次是主持人 他现在可以CUE 你真的把我逼到十枪 你等下完蛋 完蛋 用英文自我介绍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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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好 好 他就像你一首歌 Girl, you dance so good Oh, baby, you look so fun Don't you know you rock, so much and so W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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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o Whoo, whoo, whoo Whoo, whoo, whoo Whoo, whoo, whoo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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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 I don't understand the show I don't know 我永遠不會算沒主持 永遠不會算 我跟你們接下聊你們 歡迎收看Mr.在頻道 現在已經我在主持 你們反噴我 The drum set underneath the direction 他還蠻愛玩的 非常愛玩 quotNT 對 我很喜歡看 那很好 好 李小龙演《青龙小》里面的角色的时候 那个舞打的部分当然很重要 这一次周杰伦演当然会被质疑说 他怎么样表现这个角色在舞打的部分 请大家一起来观赏 3 2 1 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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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1 开始 4 2 2 2 开始 就蛮累的 你自己有练了很多东西喔 对 一个月的时间训练一下一些 武术 英文 还有开车啊 所以这个是你以前当歌手的时候 都没有碰过的东西 没有 之前拍一些MV会 因為我反正就从小就很喜欢 看这种舞打片 所以会对我有学着也有帮助这样 因为打之前应该很紧张吧 因为外国人一定觉得 亚洲人都很会打啊 對啊 所以他们有很期待 你一打就是速度非常快 我觉得对舞打我比较不会觉得困难啊 老实讲 因为 因为我 因为是有兴趣的东西 一定会做到最好 那你身上打一段啊 那要给我一个双几分 一边你有英文念Rap 倒是 没有 英文是最难的 所以 那一个月其实老实讲 英文才是我的噩梦 当你学习工夫 你真的想用它来打斗吗 没有 我想要 我说 我对我来说 我对我来说 我当时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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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打斗我 我当时的男人 你可能是 你可能是 我对我 对我 我当时的男人 我当时的男人 真的有没有帮助 没有 我当时的男人 我认为你更多 当时听到你做卡丽 所以 当你做这个视频 之前你做这个视频 你是一个 Bruce Lee的粉丝吗 是的 很大的Bruce Lee的粉丝 肯定 我看了所有的电影 我看了 《Green Hornet》 明显了 所以那是 我当时的 我当时的 所以如果你有战斗 跟Jay 你觉得谁会赢 可能Jay 因为他有保护的 保护 如果你有战斗 但当你写写 写写 你曾经想到 你的角色 被认识到 Cado 要学习更多功夫 我们认识到 我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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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视频 我们都看了 这些人 对 对 我们有一个 制作者 有很多 疯狂 如果他有一个 好 我们知道 如果他提供 我们知道 是一个不好 而不做 OK great 周知人这一次去拍《青鸿》 我想要呢 就听说换取了代价 就是没有时间做新的专辑 因为要花时间拍电影 那可是奇怪的事情是 他在拍这部电影的同时 却开了一个新的电视节目 他担任主持人 要讲到这个了吗 是 因为我们不是很理解 不是 这个做法 然后小一是当时没有去 参加这个节目 我去了 我去的是为了观察一下 他到底在干嘛 我实在 不懂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想说你先去 然后等你回来之后 他应该就不会再继续做了 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想继续做 对 继续做啊 因为我其实在节目 已经明确的告诉你说 你其实不用 再做这件事情 没有啦 帮帮朋友 像你看那个画工师 杜哥 他平常只是画我 他没别的事情做啊 很怕他平常没事做 对啊 可是你是不是 直接可以把节目 交给他们做就好了 那会更惨啦 所以必须要我猜 对 因为你知道虽然 你主持得还蛮好的 可是因为你毕竟 就是一个巨星 有需要跟观众 那么打沉一片吗 那么近 真的喔 太生活化了 所以 很多人都很怕访问我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你今天是主持人 专模一下 跟主持节目 其实为什么都要每一集 都要请这么大咖 是因为他 他这个人是这样子 他 我有这样 他才会进步得快 今天是助理主持人 在拍主持人的马屁吗 对 就应该拍来宾的马屁才对 他也是 而且要我们的观众就是这个 就是被誤解很多 你讲重点 重点就是我们都有叛逆的 都有叛逆 看不下去了是不是 你从小就开始用言语吗 没有 我小时候很賤 我小时候是那种 学生会主席这种人 就是专门搞权力 然后整一些不听我话的人 就是 是很可怕的人 我后来很后悔 我就再也不做这种事 沒有 你现在还在做啊 对啊 看起来就是这样 我今天如果在这边唱一个歌 唯一让我有这个动力的原因就是 如果周杰原帮我弹钢琴 我就觉得 这就对了 太容易了 我跟你講 小S 平常我真的 不是真的很想帮你弹 是因为上你的节目没有 你干嘛 那不是说我害怕 不是 你为什么会 你为什么会看到啊 不是 你为什么会剪出来 因为我想说你平常 你平常会有在看别人节目的 我就是刚刚好都会 不小心看到你节目耶 是刚好会讲一些坏话的时候 没有 就是我对你的主持表现 其实还满惊讶的 还OK吗 是吗 他们对你很好 因为剪出来是他表现很机智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段是安静的嘛 没有 后来有一个误会 就是还好结论不在 那个报纸上有讲说 我说周杰伦主持的乱七八糟 我希望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个 没有人告诉你吗 乱七八糟是不是 没有 报道上有出来说 猜看我说周杰伦主持的乱七八糟 那前因后果就是 我那天为了上他来秀的 延迟了我的行程 然后我去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问说 你怎么延迟了 我就说我去上周杰伦的节目 然后他叫我唱歌 他们说你唱得怎么样 我说我唱得乱七八糟 然后我就不甘心 我就补一句说 他也主持的乱七八糟 后来记者就立刻就写 在蔡康有时候 就觉得主持的乱七八糟 我就很内疚 因为 我知道报纸写出来是这样 虽然我没有很希望 他继续当主持人 可是这样讲会不会让你 你现在给我一个良心的建议 你觉得我要继续 我觉得 觉得 我们两个分开讲好了 讲 分开讲 我觉得不要再弄了 我觉得不要弄 不好意思 他们叫我不要再弄了 对 不是我的关系 因为你是巨星 你应该保持 你应该保持距离感 没有 是好玩 因为我连续看了几次你的节目 我都觉得还不错 可是真的就很像主持人 但是你就是巨星 你应该要离我们很远啊 不是 我妈昨天比如说 在吃饭跟我讲 她就觉得她看到 我们的访谈 她其实觉得很好玩 她就说 我妈很开心嘛 我就说 那你觉得我 我是不是继续弄 她说 OK啊 又没关系 妈妈说可以弄 因为我觉得 她开心那是重点 然后我的歌迷开心 我管她 妈妈开心很重 不要听妈妈的话 因为这次电影 就带给我们全新的周杰伦 是我认为 在电视主持方面看不到 我现在只有唯一一个 还没挑战就是 电台主持人 不用啊 他在你拗观众吗 那他为什么 我认为他很严重 你很严重吗 不 我很严重 我们在给他 严重的提示 我认为他做更多 Hollywood的电影 比较在台湾 你应该成为一个超级角色 对 Green Hornet 会有关系吗 那我认为台湾的人 我认为 如果大家都看到它 40次 那我们会 如果大家都看到它 40次 那我们会 我相信这个电影 会让 喜欢Sass 还有喜欢周杰伦 都会有很新的感受 而且 跟其他的超级角色电影 很不一样的风格 很有趣 大家可以到电影院里面 自己去看了 那我们祝这部电影成功 谢谢两位 超级角色电影 谢谢 欢迎收看 康熙小年夜 出来说我们会跟她做一个 简单的感觉 她好像从前做舞剧 对 她好像是表演那个 蝦酥嘛 有 我现在代言那个 淡水的那个蝦酥